Hello,大家好,我是萌叔 这期视频是我的绑定手臂的新思路 那么这个思路的灵感是来自YouTube上面的这个演示视频 这个视频可以看到手臂旋转和缩放是完全用目标骨骼去操控的 那这个方案呢,我认为比较适合独立角色去制作动画 那如果是跟随团队流程的动画师呢 可能上游的圆画会给出手臂弯曲角度的设定图 那么制作动画的时候呢,就需要按照设定图去制作 那么目标骨骼操作的方案呢,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那么这个演示视频呢,之前也有人问过我是怎么绑定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去做演示视频里的这种绑定 我现在已经绘制好了一条手臂 我们先来看我的绘制方法 那美睫胳膊呢,都是用两个圆形关节和一个矩形去绘制的 关节重叠的位置呢,使用了补丁层 接下来呢,我就开始绑定 首先建立一根主骨骼 接下来建立大笔的骨骼 那我比较习惯把骨骼起点精确到关节的中心 或者呢,我们可以把显示质量里的填充选项关掉 那就可以看到关节的位置了 接下来我们建立两根小骨骼 现在我们来把大笔的图形绑定到骨骼上 上面的关节绑定到上面的小骨骼上 下面的关节绑定到下面的小骨骼上 这样呢,我们拉伸大笔骨骼的时候 就可以保证两端的关节不会变形 接下来呢,我们建立一个点骨骼 作为大笔的目标骨骼 把大笔的骨骼指向点骨骼 那现在我们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这样 依靠点骨骼去控制了大笔 那么现在手臂没有跟着点骨骼的位置进行缩放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骨骼的负子级 把下面的这根小骨骼的负级连接到目标骨骼上 那么现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 胳膊就可以自由伸缩了 但是末端关节呢,产生了变形 我们点击下方的小骨骼 把骨骼约束指给大笔的骨骼 现在大笔就绑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绑定小笔 谢谢大家 手呢就简单保定一下 接下来我们给整条手臂一个负极 然后将所有的目标骨骼的负极指向新建的这个点骨骼上 那现在我们这条手臂就实现了用目标骨骼去控制 并且可以随时移动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我通过这个绑定方案 发散思维想到的另一个绑定方法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绘制方法 依然是两个圆形关节和一个矩形组成了手臂 但是呢矩形中间我加了两个点 移动这两个点的话可以改变胳膊的形状 小臂也是多了两个点 接下来呢就开始绑定 同样建立住骨骼 然后建立大笔的骨骼 然后建立大笔的骨骼 接下来我们需要给中间的这两个点建立控制的骨骼 这里我以两端为起点建立了两根骨骼 然后再建立两根小骨骼控制圆形关节 我们先来进行绑定 绑定的时候上面的关节呢 依然绑定到上面的小骨骼上 下面的关节绑定到下面的小骨骼上 中间位置呢建立一个点骨骼 之后我们控制手臂形状呢 就是用这个点骨骼 中间的这两个点绑定在点骨骼上 之后我们把这两个相反的骨骼目标指向点骨骼 现在我们操作点骨骼的时候呢 就可以改变手臂的形状了 那么现在上下两端的关节产生了一些变形 我们可以把小骨骼的角度做一下约束 或者可以在智能骨骼里面去做调整 现在我给小骨骼做了角度约束 看起来已经是个比较好的效果了 接下来绑定小臂 小臂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里呢就不重复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collision 我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手臂已经绑定完了 那么关节角度呢我们还可以再去调整一下 这次呢我们就在智能骨骼里面去做 首先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绑定 把大臂中间的这两个点绑定到上面这根骨骼上 然后选中这根骨骼 在动作栏里新建动作 那在这里调整骨骼的角度就可以了 就这么说了 我一定是在这里调整一个地步 即可是余养的 我真的需要我们容易进去 我们要选择 我们下来到追踪了 是我们的把这个制度 陈飞便了 分别投放 帮助就可以了 那我 independent 你们来拍照 我们下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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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的关节都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中间的这两个点绑定回点骨骼上面 相对来说这就是个比较完美的手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可以做这种波浪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新的绑定胳膊的思路 希望呢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拜拜